来看台中市这名男子呢 在网咖前偷了一顶价值1600元的安全帽 竟然只是因为女朋友说很喜欢 男子呢就干脆下手偷窃送给女朋友 这样子女朋友会开心吗 想一情况马上联系一个记者林建文来告诉我们 建文请说 是的主播观众就是这一顶银色亮面 还带了点金葱点缀的半招式的安全帽 让男子呢下手偷窃 那么台中市呢有一名男子因为女朋友说喜欢这顶安全帽 竟然就在路上直接把安全帽给偷走 我们来听一下袁姐的说法 就是说她先前就知道这女孩子就喜欢这顶安全帽 然后刚好就他们出网咖的时候发现到说 这旁边机车有放这样的一顶安全帽 所以他们就请这个随机 然后就把这顶安全帽送给这顶安全帽 那么从路口的监视器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对男女走出网咖之后呢 是准备牵车来离开 没想到呢突然眼睛一看到旁边机车上面的这顶安全帽 男子觉得呢女朋友一定会喜欢 那女朋友呢也在旁边全程看到男朋友就这样子弯腰的 把挂在置物箱的这顶安全帽呢直接拔下来给偷走 那么男子事后坦诚呢 的确是因为女朋友喜欢这样样式的安全帽 他一时冲动呢就觉得要偷给女朋友 那女朋友呢也来不及阻止 那么男子虽然事后表示是一时糊涂也非常的后悔 但是现在也被一切到罪移送法班 只是我们在现场为你掌握最新情形把镜头交给朋友一直播 好我们谢谢借文的连线报道